如果他演了你的那個 他都錯了 所以我不認同 因為你沒有表情 拍到你就傻乎乎坐那裡 站那裡看拍戲 我真的我想聽他說一句話 是因為這一次是第二遍 第二遍是突然有那麼多 他都說有一點緊張 其實他一直 一來彩排的時候 我說你必須要到後面 做所有的反應 這一遍我沒看到 可是上一遍他是完全有做到的 做漏了緊張太緊張 跟老師說對不起 對不起 沒事沒事不用對不起 其實我對這些 這種拍法的戲 其實我沒有什麼去評論的 我也知道時間很短 我相信像少雄哥 你們 你們在電視台這種場景的拍法 拍過多少場戲 每個人都拍過上千場 一千都不止 不止 小琦這次沒有來錯 這做得很好 我下一次就一定選現代戲了 你不會的 你不會的 你一定要挑戰自己 挑戰一下自己 對 其實現在他們今天晚上 就跟50年前TVB拍的一樣 就是一強戲 由頭到尾都沒有這NG的 如果最後的演員說話 他NG的就由頭再來 錯了叫從頭開始出來 因為以前的機器沒有這麼 對 對 所以他們很厲害 對 所以他們很厲害 我先聊聊海棋 連古裝的造型 就確實跟時裝不一樣 有點異國奉行 但是海棋也是很盡心盡力去 把台詞啊 把情緒發出來 因為這類型的功鬥劇 觀眾就愛這個 風風天天的一些 很狂的 狂野的一些演出嘛 很狂野的一些演出嘛 反拍 小周吧 因為我們 跑灌農套的人 又遇到這些 小的人物的時候 我們會變得更不聰明的 因為他們都是聰明 你的裝扮 也是沒那麼精艷 也順著 怎麼存怎麼來 你對工女 跟別人不一樣 沒有那麼討喜的感覺的時候 你就往地处 你觉得他没有那么讨喜 对啊 他的角色他是比他更坏的 我懂你意思 红姐 所以一个蠢人 特别的一个翻转 就是他的厉害 我觉得很多 往蠢的方面去表达 不行 今天我调教他的是 根据宫心记的戏来调教 如果他演了你的那个 他都错了 所以我不认同 我当然要表达一些不同意见 没事没事 你表达 我解释一下 是如果他演了你那个 蠢的那个 就不对了 就跟原剧本就有差异了 所以他的角色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出卖他 那就模仿原剧本就好了 就贴上去就一模一样 对不起啊 反驳了你 对不起 我 不 召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